斯蒂芬,这根法棍可真不错,和我在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 斯图尔特,如果你想买到上好的法棍和糕点,诀窍就是找到门前排着队的面包店,然后你也加入这个队伍慢慢等着 我想我现在能理解法国人对法棍的热爱了,法棍和贝雷茂·埃菲尔铁塔一样是法国的标志 对的,你知道吗,你刚才吃的美味的牛角面包并非起源于法国 19世纪30年代,一家维也纳面包房在巴黎开业,将牛角面包引入了法国 我还真不知道呢,我一直以为它也是法国的食物 我想法国人还真的有点功劳,因为牛角面包确实是在法国大放光彩的 它多多少少受益于时髦的法国制造这个品牌形象 你已经对面包在欧洲的名声有所了解了 斯图尔特,现在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面包在其他国家的故事吧 首先,我们去中国 中国?斯蒂芬,你没开玩笑吧?中国是米饭和面条的故乡 哪能找得到面包呢? 斯图尔特,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 真的,在中国西北地区人们确实吃面包,不过它们叫膜或饼 在中国的这一区域,这些面包的一种使用方法是把面包掰碎,然后倒上炖好的肉汤 这道面食叫泡馍 这听起来很美味,斯蒂芬 但我听说,泡馍很多时候是用羊肉汤做成的呢 别说这个了,斯图尔特,我今天晚上要做噩梦了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我坐在浴缸中,水里全是模块的样子 不要啊,救命 好吧,斯蒂芬,别慌,我们这就离开中国去印度 印度人大多都是素食者,你在那里应该会感到更安全 这可不一定,并非所有印度人都是素食者 斯图尔特,你就是我的007松鼠特务,我需要你的保护 好了,斯蒂芬,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讲印度的面包呢 我想这会让你好受一点的 嗯,印度的确有许多种类的面包 其中囊和加巴提比较常见 在世界各地印度餐馆的菜单上常常能见到 你可以配着各种咖喱,把它们当作薄饼来吃 它们的种类数不胜数 有的上面撒了水果干和坚果 有的里面则塞着土豆或芝士 印度的面包绝对美味十足 是的,我很喜欢 对了,我发现印度的面包和中东的面包有很多共同之处 斯图尔特,我相信丝绸之路的商人们在这些跨文化交流中 尤其是在食物的交流中,一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每个人都热爱美食 我深有同感 我想在高尔夫出现之前,好交情都是在饭桌上促成的 那时一同进餐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哦对,你听说过这个英语短语吗? to break bread with someone 这可不仅仅是一起吃饭的意思 它也可以指趁此机会强化关系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争吵之后向对方请求互相原谅 斯图尔特,你今天上午尝了墨西哥玉米饼吧 你知不知道墨西哥玉米饼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真的吗?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还能见到蓝得发紫的墨西哥玉米饼 它是用蓝玉米做的 这蓝面包可真是五颜六色呀 不过我希望我吃了蓝色的墨西哥玉米饼之后可不要变蓝 斯图尔特,面包对人类如此重要 浩如烟海的面包故事 我们花上几年的时间也讲不完 列宁甚至在他的1917年的口号中 用了面包这个词来向他的俄罗斯人民做出承诺 和平,土地,面包 是的,斯蒂芬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第一块面包的诞生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飞跃了 斯蒂芬,今天从你这里听来了这么多面包的故事 真是太好玩了 我现在肯定会更享受吃面包的过程了 看到你如此享受这次的旅程,我很开心 哦,对了,斯图尔特 你如果曾经希望拥有跟我一样的漂亮的卷毛 却又不想花钱请美发师 那可以多吃些面包皮 在欧洲人们是这么说的 吃面包皮可以长卷发 啊? 斯蒂芬,你可别逗我 说这话的人可能只是想劝他们的孩子不要浪费面包皮罢了 再见了朋友 这一整天的欢笑都是你的功劳